因为妈妈是陪酒女,男孩俊英受到同学歧视,被叫成杂种,还遭到一顿毒打。 不远处,一个女孩直勾勾盯着她面带笑意,这是在取笑她吗? 俊英生气地把自己的鞋砸到女孩身上。 转天,班级新来了一个盲人女同学惠人,俊英发现这正是那个被她打了的女孩。 看她是个盲人,不禁心生愧疚,父亲离家不知去向,妈妈又是酒吧的陪酒女。 这种环境让俊英比其他孩子多了几分忧郁,常常独来独往。 心情烦闷时,她就会躲在河边的小房子里,弹起爸爸留下的吉他,抚平忧伤。 而惠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父母双亡,身为孤儿的她和姨妈相依为命。 欠了赌债的姨妈带着惠人逃到这个小镇,辗转到俊英妈的酒吧做了助唱歌手。 惠人由此和俊英住在同一屋檐下,老实听说他们住在一起,安排俊英每天接送惠人上学。 可俊英却不愿理会她,让她独自回家。 看不见的惠人走到一处铁轨上,眼看着列车逼近,俊英向她奔跑却还是晚了一步。 幸好,惠人被人救下,从那开始,俊英虽然不骑车载她,却总是在她身后悄悄跟着她。 某个下雨天,俊英终于让惠人坐上了她的后座,两人一起在树下避雨。 惠人把最爱的耳机递给俊英一支,两个孩子沉浸在美好的音乐里。 俊英忍不住用手为她遮挡雨衣,这是她第一次决心保护这个女孩,画面温馨而美丽。 从此,俊英与惠人每天一起上学放学,几乎形影不离。 这让一直喜欢俊英的华真,嫉妒不已。 同学们取笑俊英和惠人在谈恋爱,男孩子的自尊心让俊英脱口而出, 是因为看惠人可怜才和他在一起,这让惠人很伤心,连续几天不离俊英。 班机里的坏同学明虎欺负惠人看不见,把一袋蚯蚓放到惠人的米饭上。 扣到了米虎头上,并生气地暴揍了她一顿。 俊英的行为让惠人释怀,两个人又重归于好,甚至比以前更好。 债主找到酒吧向惠人的姨妈追债,姨妈慌忙跑路。 债主扬言要把惠人带走抵债,俊英妈并没有反对, 吓得俊英带着惠人逃到了她的秘密基地。 俊英把自己的衣服披在惠人身上,为她弹起并不熟练的吉他曲。 夜里惠人发起高烧一度晕倒,俊英背着惠人一路奔向小镇找到妈妈。 在俊英苦苦哀求下,妈妈自掏腰包帮他们付清了债务。 俊英和惠人又可以在一起,他们常常躲在秘密基地里弹琴唱歌。 惠人把妈妈留下的项链送给了俊英,那是她最珍贵的东西。 惠人轻轻抚摸着俊英的脸庞,感受着她的模样,任时光流逝。 惠人与俊英一天天长大,与之一同生长的,还有他们的爱情和17岁的悸动。 他们相约,有朝一日如果惠人恢复光明,第一个要见到的人只能是俊英。 圣诞在即,他们用心地为对方准备着礼物。 俊英要亲自为惠人作曲,而惠人要送给他亲手支的手套。 然后在圣诞那天,带着彼此的礼物一起来到秘密基地。 手套惠人才只好一只,俊英就迫不及待地戴在手上。 即便面临男同学的挑衅时,看到那只手套,俊英也能控制住情绪不去打架,因为惠人不许他打架。 惠人透过盲文向俊英告白,说了我爱你。 俊英又把那句盲文写在窗子上,年轻人的爱情总是这样美好。 俊英带着惠人来给同学华真的演出打气,结果又于总是欺负他们的名虎一行人发生口角, 剪歇动手,幸亏被惠人拦住。 集会活动上,俊英为惠人赢得了玩具熊,可在回家路上,惠人把小熊落在长椅上。 俊英却取回小熊,回来隔着铁轨却看到惠人被名虎一行人掳走。 急迟的火车挡住他的去路,当火车通过,惠人却没了踪影。 迷虎等人对惠人出言不逊,甚至撕烂他的衣服,急得人正打算欺负他。 幸亏俊英及时赶到,拿着棍子疯狂地和他们扭打在一起,即便势单力薄,他愣是凭一己之力把那群人打得很惨,面对对方家长的胡搅蛮缠。 俊英妈只能出钱平息了这场争端,然而这件事让俊英妈觉得,惠人的存在只会让俊英麻烦不断。 他的儿子从小伺候着惠人已经够了,他总不能让儿子将来真的和这个盲女结婚吧。 俊英妈决心赶走惠人和姨妈,言语中都是对惠人这个瞎子的瞧不起,这让姨妈很气愤,他决心要织好惠人的眼睛,将来让他找一个比俊英好一百倍的男人。 于是当天夜里,他偷了俊英妈的金银首饰,带着惠人打算连夜逃离这个小镇。 从医院回来的俊英刚好看到这一幕。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俊英跟着车疯狂奔跑,却只能看着惠人消失在他的视线里。 失去惠人的消息,俊英痛苦不堪,无数发泄的他又把名虎那群人痛揍了一顿,甚至闹到警察局。 俊英妈给人下跪求情,才让俊英免受惩处。 四日,光头大叔告诉他,对妈妈好一点,因为妈妈身体不好,还向他透露,惠人很可能去了首尔离开院,因为姨妈的死到就住在那里。 当天,俊英妈带着俊英也来到首尔,把他送进了爸爸家里,妈妈已无力在管他,于是留下一笔钱作为俊英读完大学的费用,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可俊英发现爸爸早已经有了新的女人,他走在霓虹闪烁的城市里,爸爸不疼,妈妈不爱,哪里是家,哪里有他的家人。 只有想到惠人,他才感到一丝温暖,所以他要找到惠人。 剑宇是个花花公子,载着一车小姐姐到俊英打工的加油站加油,却忘记带钱包。 为了面子,他悄悄告诉俊英,加油费晚些时候朋友会来代付。 俊英坚决不同意,提出让车里的女生替他付钱。 此时,刚巧遇到剑宇的叔叔拆穿了他高中生的身份。 姐姐们觉得被耍,打了他一巴掌。 剑宇因此和俊英结下梁子,后来又因言语不合被俊英打了一拳。 另一边,惠人和姨妈借助在姨妈的死党家,很快姨妈认识了男友威力。 圣诞节当天,趁着姨妈外出约会,惠人决心一个人回到秘密基地去找俊英。 他戴着只好的另一只手套,独自坐上了出租车。 而此时,为了赴圣诞之约,俊英也来到火车站。 讽刺的是,他们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却没能发现彼此。 走出车站的俊英急着赶往秘密基地,却被华真拦住。 他和华真打探惠人的消息。 华真失速之余,刚好看到在俊英身后正慢慢走来的惠人。 他赶忙拉走俊英,让他们又一次错过相见。 惠人凭着记忆和路上的标志物一点点找回秘密基地,可俊英并不在那里。 为了牵绊住俊英,华真假意车祸受伤,被俊英送往医院。 等到俊英赶到秘密基地时,惠人又已经离开。 在酒吧光头叔叔那里,惠人听说俊英已经离开这个小镇去了爸爸那里。 在路上,他碰到华真。 华真假装好心帮他买了车票,急着把他送走。 惠人还天真地把自己的地址给了华真,让他转交给俊英,可转头,那张纸片就扔进了垃圾桶。 秘密基地里,俊英发现惠人留下的另一只手套,他知道惠人来过,却没能相见。 回到家,俊英又和妈妈发生剧烈的争吵,他还不知道妈妈已经病入膏黄。 重返首尔的俊英一出站就看到爸爸等在那里,父子俩来到酒馆久违地说了很多知心话。 爸爸觉得对不起俊英,离开俊英之后常常心痛地呼吸困难,甚至连萨克斯都吹不了,如今再见到儿子,好像又有了力量,可以正常生活下去了。 爸爸的告白又让俊英感到一丝温暖,爸爸为俊英办了转学,并让他辞掉加油站的兼职。 辞工的当天,俊英又与剑宇冤家路窄碰了个正着,可是偏巧透过威力的车窗,俊英看到了惠人的脸。 情急之下,他骑上剑宇的摩托车去追惠人,结果惠人没追上,剑宇反倒追上来,两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汉江边酣畅淋漓地打了一架。 可男孩子的友情就是这么奇妙,所谓不打不相识,这一打反倒成了朋友。 为了找到爱人,俊英每天游荡在首尔的大街小巷,而双目失明的惠人只能在教堂日日祈祷,能让他和心爱的俊英再见上一面。 在这期间,惠人的姨妈接受了威力的求婚,并很快举行了婚礼,而俊英进入了新的高中,意外和剑宇成为同学,经他引荐加入学长的乐队,收获了一群他生命中真正的好朋友。 在剑宇的别墅游玩时,他们互相倾诉心事,剑宇不相信爱情,那是随时会变的东西,可俊英却告诉他,这世上也有永远都不会变的爱情。 或许是黄天不复古兴人,惠人在教堂弹起钢琴曲,恰巧被路过的俊英听到,他寻着声音四处寻找,终于隔着马路看到惠人的身影,俊英迫不及待奔向他日思夜想的爱人。 惠人带着俊英再次来到教堂,感谢让他的祈祷成为现实,他和俊英约定从现在开始再也不要放开我的手了。 二人在圣像面前第一次深情拥吻,俊英带着惠人介入到剑宇的别墅,打算把他介绍给朋友们,可剑宇却因为陪着姐姐施婚纱,错过了和惠人的见面。 俊英把为惠人做的曲子弹给他听,这份迟到的圣诞礼物让惠人称赞不已。 惠人希望可以和俊英再回到秘密基地,他们最幸福的时光都是在秘密基地,二人再次约定从今以后再也不分开了。 趁俊英出门的间隙,惠人拨通了姨妈的电话。 原来,威力打算带着姨妈和惠人回到美国老家,家境因时的威力承诺会给惠人治疗眼睛,供他读书深造,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可如今见到了俊英,惠人再也不想和俊英分开了,因为对姨妈感到抱歉,惠人流着泪匆忙挂断电话。 这一幕被俊英看到,他偷偷回播了姨妈的电话,听说他们打算明天就去美国,去了那里,惠人就可以接受手术重见光明。 姨妈承诺,只要惠人的眼睛知好,还可以让他和俊英见面,为了心爱的人能重见光明。 俊英含着泪在心里默默做了决定。 四日一早,他为惠人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一口一口的为他吃汤饭。 听他弹起自己写的乐曲,俊英在心里感受着离别。 他骗惠人失去秘密基地,结果把他带到机场。 看着痛苦的惠人,俊英又何尝不心痛呢? 可是短暂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 他告诉惠人,我一定会去找你,就算是世界的尽头,我也会找到你。 他把想出的话录成磁带送给惠人。 在机场,听着俊英的声声告白,惠人泪流成河。 女人以为自己嫁的是富豪,带着双目市民的外甥女跟男人到了美国, 却发现他的家在偏僻的贫民窟,简直穷的叮当响。 姨妈不忍告诉惠人真相,对他谎称这里很好, 他的房间也是粉色的公主房。 市民的惠人信以为真,把这儿的情况录成磁带寄给俊英, 让他知道自己过得很好。 另一边的俊英为了对惠人的承诺拼命努力, 他和学长学习音乐并展现了天才的作曲才能, 他要努力考上大学,并和惠人约定将来惠人唱歌、 俊英作曲一起成为出色的人。 两个人频繁地护寄磁带, 转眼已经游记了70多封, 可惠人的生活突然出现变故, 一副威力简直是个精神病, 因为生活不顺,他频繁酗酒, 每每喝酒后就一身一鬼, 常常对姨妈大打出手, 严重时也会牵连惠人, 连俊英游记来的磁带也被他毁掉, 这样下去恐怕会被打死, 姨妈连夜带着惠人偷偷逃到了纽约, 两个人几乎身无分文, 甚至得同时一个热狗, 姨妈白天到处打工, 惠人就坐在公园里等他, 突然听到熟悉的音乐声, 那是俊英过去常弹的曲子, 惠人无比伤感, 他亮亮腔腔地走上前, 给演奏者送上了一个硬币, 而那名演奏者正是俊英的好友, 来纽约留学的鉴语。 另一边的俊英, 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故, 妈妈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 临走前把毕生的积蓄留给了俊英, 刚送走妈妈, 爸爸又因为诈骗被关进警察局, 为了救出爸爸, 俊英把妈妈留下的积蓄全部交给后妈, 让她用这钱去警察局保释爸爸, 可次日一早, 那狠毒的后妈就携款潜逃了, 爸爸没能救出来, 俊英也没了生活来源, 他不得已只能推迟了大学入学, 到工地搬砖维持生活, 因为惠人搬家无法收到俊英的信, 而安顿好的惠人, 一次性寄出的那些信, 又刚好被来看菊英的华真悄悄拿走, 华真把所有的信源都退回, 从此惠人和菊英便断了联系, 电雨又在公园里遇到惠人, 恰巧他包里的信被风吹的散落一地, 掉进了喷泉池里, 惠人为了捞信弄湿了衣服, 看到信封上是寒文, 剑雨出手帮他捡回了所有的信, 还好心地带着他买了一套新衣服, 看着换装后的惠人, 电雨一眼万年, 此后他们又在公园再次见面, 剑雨还帮姨妈找了酒吧唱歌的工作, 可是姨妈却因为突然受伤无法登台, 眼看着演出要开天窗, 关键时刻, 剑雨提出让惠人代替姨妈上台演出, 惠人空灵婉转的声音惊艳了所有人, 从此成了酒吧的招牌歌女, 而剑雨也成为他最忠实的听众, 剑雨对惠人越来越感兴趣, 他对朋友提起, 总感觉惠人有种特殊的气质, 和他交往的那些女孩都不一样, 为了答谢剑雨的帮忙, 惠人请剑雨吃饭道谢, 剑雨嘴上说着要去纽约最好的馆子, 让惠人给他买最贵的美食, 可转头却善解人意地带他到了他们相遇的公园里, 只吃了最便宜的汉堡, 他说带惠人去最好的地方喝咖啡, 却把他带到自己家里, 不明真相的惠人真的以为那是咖啡馆, 一旁的桌子上还摆放着剑雨和俊英的照片, 只是惠人无法看见, 剑雨在厨房准备茶点, 惠人却突然听到电话录音, 电话里朋友问起是否和惠人已经见面, 并提醒花心的剑雨不要吓到单纯的小女孩, 惠人听到觉得自己被耍, 匆忙离开剑雨的家, 他告诉剑雨他会尽快把买衣服的钱还给他, 他不想被轻视, 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回到家, 看到寄给俊英的信被全部退回, 又在酒吧巧遇了来打工的光头叔叔, 听说俊英家里遭受了很多变故, 惠人心中不安, 更加急切地想回到俊英身边, 他盘算着只要再赚900美金就可以买机票回去, 可不靠谱的姨妈又犯了毒瘾, 输光了他挣的钱, 惠人深感绝望, 惠人不理剑雨, 让他有点失落, 外国同学和他打赌, 自己一星期就能拿下惠人, 同学找到惠人, 提出给他1000美金, 请他去宴会上唱歌, 为了能尽快见到巨英, 惠人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到了现场才知道这是剑雨的生日宴, 看到惠人和男同学在一起, 剑雨十分气愤, 那个同学妄图和惠人跳舞, 这让惠人十分反感, 拉扯间剑雨出手痛打了同学, 他取笑惠人为了钱可以出卖自己, 惠人却拿出那1000美金, 让他转交给同学, 他是来唱歌的, 既然没有唱歌, 也不能收那个钱, 说着惠人脱掉剑雨买给他的衣服, 我手购了一条, 会人穿着睡衣, 蹲在地上瑟瑟发抖地, 剑食着散落地上的东西, 剑雨看在眼里无谓杂陈, 惠人走后, 剑雨捡起他掉落的录音机, 听到他给巨英满含申请的录音, 才知道他是为了与爱人团聚, 才拼命地转机票捡, 只是他并不知道, 录音里那个叫巨英的男孩, 就是他的好朋友俊奎, 只因为当初转学时, 父亲把巨英的名字改成了俊奎, 另一边的巨英回家相悼念母亲, 又与民虎一星人打了一架, 慌乱中掉落了惠人送他的项链, 华珍陪着他到处寻找, 可找了一页都没能找到, 他并不知道项链早已被华珍悄悄藏了起来, 巨英觉得对不起惠人, 在光头叔叔的信里, 他得到惠人的消息, 于是拜托剑雨帮忙, 迫不及待地去了纽约, 而此时的惠人收到了华珍的来信, 信里附带着他送给巨英的项链, 除此之外, 还有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然而这一切都是第三者的阴谋, 他并不知道, 此时他的男友为了找他已经来到纽约, 生无可恋的惠人走在车流不息的马路中央, 正好被去机场接巨英的监狱看到, 他大喊了声惠人的名字, 恍惚中惠人好似听到巨英的声音, 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惠人被送往医院急救, 剑雨只能派其他人把俊英接回家, 所幸, 惠人经过治疗并无大碍, 剑雨在旁边日夜照顾, 他从姨妈口中得知, 惠人男友去世的消息, 还听说惠人的眼睛如果做手术就有复明的希望, 俊英那边找到了光头叔叔, 他们到处寻找惠人, 俊英连续几天守在酒吧和出租屋门前, 终究是没能看到惠人的身影, 剑雨按照俊英的留言去酒吧找他, 却在门口看到他被黑帮劫走, 剑雨一路跟随, 原来光头叔叔帮黑帮运送面粉, 俊英因此受到牵连, 为救光头, 俊英和黑帮打在一起, 千军一发之际, 剑雨赶来舍密相救, 众人逃跑之时被警察抓住, 剑雨拜托国内的姐夫帮忙运作, 让俊英等人免去牢狱之灾, 但必须三日内离开美国, 俊英来到医院和剑雨做最后的道别, 此时的他绝对无法想象, 和心心念念的惠人只有一墙之隔, 他探头望过去, 只看到惠人的背影, 等惠人转过头来, 俊英又偏巧没有看他, 就是这么的造化弄人, 无数的擦肩造就了无数的遗憾, 临别时剑雨告诉俊英, 他遇到了一个想守护医生的女人, 俊英刚走, 惠人便摸索着爬上天台, 没有了俊英, 他也失去了活着的意义, 然而讽刺的是, 他们此刻距离彼此那么近, 准备跳楼的惠人被剑雨救下, 剑雨告诉他, 为了死去的俊英胎要好好活着, 处院后的惠人, 靠着和俊英的回忆艰难度日, 为了让惠人获得重生, 剑雨卖了自己的车, 给惠人付了手术费, 并让姨妈对惠人保密, 姨妈想方设法劝服惠人接受了手术, 惠人缓缓睁开双眼, 她终于重见光明, 但她并不开心, 因为她再也看不到俊英, 从前, 我只能看到你一个人, 复明之后, 我看到了一切, 却唯独看不到你, 艰难的岁月里一直有剑雨陪伴, 惠人重新站上舞台唱歌, 而剑雨是她永远的听众, 剑雨一次次告白, 惠人一次次拒绝, 日复一日剑雨默默守护着惠人, 直到她毕业的那天, 惠人终于接受了剑雨的求爱, 他们正式成为情侣, 另一边回国后的俊英就接到了入伍通知, 让她无法再去美国找惠人, 那些艰苦训练的日子里, 她被无尽的思念折磨着, 退伍后, 俊英又跑到工地干活, 某一天, 回国的剑雨突然出现在工地, 她要把她的真命天女介绍给俊英, 女孩缓缓走下车, 一转头的瞬间, 俊英如遭雷击, 那是她想念了多久的人啊, 深爱的女友再见时, 却成了朋友的未婚妻, 俊英无法相信, 她日思夜想了女人恢复光明后, 却根本认不出她, 看着惠人手上硕大的订婚戒指, 俊英备受冲击, 竟说不出一句话, 她来到洗手间, 看着自己粗糙的双手, 回头土脸的模样, 似乎剑雨和恢复光明后的惠人更加相配, 俊英找借口打算离开, 她在门口向剑雨道别, 那熟续的声音恰巧被惠人听到, 这个人怎么可能是俊英呢, 可是他们的声音却那么相像, 俊英看着惠人坐在剑雨的车里逐渐远去, 想起曾经分别时, 惠人呼唤自己的模样, 她终于无法抑制地追了出去, 一路追到了惠人误住的新罗酒店, 却被保安拦了出去, 她对着高耸的大楼, 大声呼唤着惠人的名字, 却得不到一点回应, 次日一早, 俊英再次来到酒店, 却在走廊里看到自己寄给惠人的磁带, 被当成垃圾一样丢弃, 她走进房间, 看着惠人和剑雨甜蜜的合照心如刀绞, 当天夜里, 她把和惠人有关的一切全部烧掉, 那些信, 那副手套, 还有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剑雨带着惠人去试婚纱, 紧罗密鼓地准备着他们的订婚仪式, 对于他们的订婚, 剑雨的会长爸爸坚决反对, 惠人也十分有余, 一再希望剑雨能推迟订婚, 可剑雨心意已决, 为了把惠人打造成知名歌手, 剑雨不惜卖了自己在公司的股票, 成立了演艺公司, 她请求俊英能够加入, 为惠人作曲, 可俊英又怎么可能同意呢? 俊英巧遇了姨妈, 在她口中终于知道了所有的真相, 原来这一切都是华真的阴谋, 是她退回了惠人所有的信, 又谎称俊英已死, 为此惠人曾两次自杀, 是剑雨救了惠人, 陪伴她走出低谷, 让她重获光明, 现实的姨妈提醒俊英, 你们在一起又能怎么样呢? 你能给惠人幸福的生活吗? 她想说的无非是, 你有剑雨那么有钱吗? 面对姨妈的问话, 俊英竟无言以对, 惠人发现姨妈丢掉了俊英的磁带, 她痛彻心扉, 没了那些东西, 她要用什么来悼念俊英呢? 订婚的当日, 惠人带着为俊英织好的毛衣, 一个人又来到秘密基地, 这里有太多俊英的影子, 回想着那些过往, 她实在无法丢下俊英, 独自开始新的生活, 她在秘密基地里呆了整整一夜, 而订婚宴上, 惠人并没有出现, 俊英预感到她去了秘密基地, 当她赶到时, 惠人已经高烧不省人事, 俊英背着她赶往医院, 这一幕仿佛回到了她们的小时候, 只要你没忘记我, 这就足够了, 接下来, 俊英只想让惠人获得幸福, 于是, 当惠人睁开眼时, 身旁的男人已经变成了剑语, 一个是他深爱的女人, 一个是他如手足般的兄弟, 为了让他们获得幸福, 俊英还是把惠人送到了剑语身边, 回到秘密基地, 看着惠人织的毛衣, 想起曾经的誓言, 他们约定过, 将来惠人要成为歌手, 俊英成为作曲家, 为了默默守护惠人, 完成她的心愿, 俊英最终决定接受剑语的提议, 担任惠人的作曲老师, 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聚在一起, 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只是惠人每当听到俊英的声音时都会恍惚, 眼前这个叫俊奎的男孩, 实在像极了他记忆中的俊英, 他总是忍不住向他靠近, 为了掩藏身份, 俊英故意对惠人冷言冷语, 他像一个严苛的老师, 只为让惠人实现成为歌手的心愿, 此时作为舞者的华珍, 也签约了剑语的演艺公司, 他和成年后的民虎狼狈为奸搞到了一起, 看到华珍对惠人出言不逊, 俊英私下警告他不要招惹惠人, 更加惹怒了华珍, 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专辑的所有歌曲都已录制完毕, 很快就是惠人的首场演唱会, 地点定在了剑语爸爸的滑雪场, 朋友们四处奔走宣传, 演唱会前日, 俊英陪着剑语和惠人来到滑雪场, 看着他们畅快玩耍, 俊英笑着笑着流下眼泪, 他用帽子遮挡住眼睛, 任泪水悄悄划过, 俊英问惠人, 如果你爱的人还没有死, 你会怎么办呢? 惠人缓缓回答, 人生没有如果, 随即他又补充道, 如果那个人没有死的话, 听了这句话, 俊英冲动地拉住惠人, 他想说出全部真相, 就在开口的一瞬间, 剑语突然出现, 一下子又把俊英拉回了现实, 大家匆忙为演唱会做着准备, 剑语却被爸爸突然叫回首尔, 爸爸得知他为了捧红惠人, 私自卖了名下的公司股票, 十分震怒, 一气之下下令封锁了惠人的演唱会会场, 剑语跪了整整一夜, 爸爸也没有改变主意, 除非剑语愿意放弃惠人和富家女结婚, 然而剑语又怎么可能答应, 会场前观众和记者们陆续抵达, 却没有办法进入, 大家怨声载道, 难道辛苦了这么久, 惠人的梦想就要付诸东流吗? 关键时刻, 俊英想到了一个完美的主意, 他借来一架钢琴搬到了雪场上, 他要在雪场为惠人办一场别具一格的演唱会, 朋友们分头行动, 有人去请记者和观众, 有人去广播站发通知, 在俊英的鼓励下, 惠人站在雪地上开始了他的演唱。 俊英亲自为他弹琴伴奏, 他们终于实现了当初的约定, 一个成为歌手, 一个成为作曲家, 惠人的演出取得巨大的成功, 当剑语赶到时, 已经聚集了大批的观众, 人们拍手叫好, 惠人一战成名, 大家聚在一起喝庆功酒, 惠人终于成为歌手, 俊英百感交集, 喝醉的惠人来到他面前, 感谢他的付出, 酒醉之下, 他仿佛又看到俊英的影子, 随后赶来的剑语带走惠人, 姨妈却找到俊英, 他觉得俊英经常出现在惠人身边, 只会扰乱惠人的生活, 他已经觉察到, 惠人对他越来越感兴趣, 他的外甥女一只脚已经踏进了豪门, 无论如何不能功亏于愧, 惠人已然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星, 各种采访演出邀约不断, 俊英的任务也已经达成, 他决定彻底离开惠人的生活。 临走前, 作为最后的告别, 俊英又去了秘密基地, 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这里, 有生之年能够再次见到惠人, 能够看到他的笑脸, 俊英已经心满意足, 俊英要离开的消息让惠人倍感失落, 又从剑语爸爸口中得知, 剑语为了实现惠人的梦想, 赌伤了全部的财产, 甚至负债累累, 而且剑语爸坚决反对他们结婚, 惠人心情低落, 他不想再拖累剑语, 于是提出分手, 失魂落魄的他又一次来到秘密基地, 走到门口便听到了俊英的吉他声, 他颤抖地推开门, 却看到了俊奎, 俊奎胡乱找个理由匆忙逃离, 惠人心中疑惑, 偶然间他看到窗户上用盲文写着的 我爱你, 那是他和俊英特有的回忆符号, 原来他的直觉一直都没有错, 俊奎就是俊英, 失散的恋人终于重逢, 经历重重阻碍, 复明后的惠人还是认出了俊英, 这一个拥抱两个人等了太久, 惠人一次次低换着俊英的名字, 能够再次叫他的名字实在太过美好, 面对剑语打来的电话, 惠人直接拒接, 既然找到了俊英, 他不可能再和俊英分开, 可如今, 惠人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知名歌手, 剑语又是俊英最好的朋友, 而且他为了惠人付出了那么多, 人不能只想着自己, 俊英觉得惠人还是应该回到剑语身边, 这让惠人无法接受, 他跑到海边, 打算跳海以死明智, 既然找到俊英, 如果不能在一起还不如去死, 看到惠人的举动, 俊英终于妥协, 两个人打算携手一起走下去, 对于剑语, 他们愿意用一生去偿还, 惠人和俊英享受着难得的二人时光, 此时一场阴谋正在等着他们, 儿时的冤家明虎, 如今已经成为剑语姐夫的手下, 剑语的那个姐夫是个野心家, 他一直想暗中搞垮剑语, 将来好独自吞掉整个公司, 在姐夫的授意下, 明虎把惠人身为孤儿, 和做过歌女的过往都通报给媒体, 歌手惠人的灰暗过去登上了头版头条, 惠人一时间陷入舆风波, 也让他们的公司遭到重创, 此时惠人和俊英正打算一起去旅行, 路过的女学生认出惠人, 暴露了他们的行踪, 俊英离开的间隙, 剑语及时赶到带走了惠人, 惠人告诉剑语他不想再做歌手了, 他要结束这一切, 剑语只觉得他是因为爸爸让他们分手的话而生气, 并没有真的在意, 姨妈得知惠人执意要离开剑语, 终于说出是剑语出钱治好了惠人的眼睛, 朋友也告诉惠人, 剑语已经被他的爸爸扫地出门, 他赌上了一切来开这家公司, 俊英那边剑语酒醉之下向他哭诉, 惠人向他提出了分手, 如果没有惠人, 他好像没办法活下去, 惠人和俊英此刻都被深深的负罪感折磨着, 现在他们的结合已经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事, 惠人仍然打算向剑语坦白, 他让俊英等着他, 可是当他看到剑语的脸, 当剑语向他提起自己以身无分文, 想起这些年剑语的付出, 惠人终究是做出了他的选择, 他选择了剑语, 俊英在风雪中助力一夜, 惠人终究是没有回来, 但他不怪惠人, 因为他也从未想过要伤害剑语, 次日, 剑语为惠人准备了记者发布会, 在会上, 惠人大方地承认了自己孤儿的身份, 以及为了生存做过歌女的过往, 但他从不觉得丢脸, 也向来堂堂正正, 他坦率的态度赢得了记者的好感, 剑语也大方承认了与惠人的恋情, 并提出他们会结婚, 随即记者们看下惠人, 问他是否也同样有结婚的打算, 惠人抬眼望着远处的俊英, 久久无法做出回答, 俊英看着这一幕默默走开, 当晚他决绝地与惠人做了最后的告别, 如果说之前都是命运的捉弄, 从现在开始就是惠人自己的选择了, 既然选择了, 以后两个人就该老死不相往来吧, 俊英向剑语提出辞职, 可朋友们告诉他, 现在是公司最艰难的时期, 根本没有钱请新的作曲家, 无奈俊英只得暂时继续做下去, 惠人和华真一起参加了电视台的代言选拔, 他们都顺利入围了最终的面试, 可最终入选的只能是一个人, 可想而知, 于是面试的前一天, 在公司门前, 惠人被惠人骗上了车, 恰巧这一幕被军英看到, 军英一路跟随, 他们又来到当年明虎欺负惠人的仓库, 惠人这才想起明虎的真实身份, 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 军英依然及时出现, 大家疯狂扭打在一起, 只是这一次, 在这些专业的打手面前, 军英被打得很惨, 心狠手辣的明虎, 把截断的酒瓶插进军英的身体, 军英拼尽全力, 这一幕被人拍了下来传到网上, 也因为这次事件, 惠人错过了最终的面试, 让华真得偿所愿, 剑羽根据网上的信息匆忙来到医院病房门口, 他看到徐俊英的名字大惊失色, 推门看进去病房里却并没有人, 此刻, 俊英和惠人为了躲避记者, 已经在光头叔叔的帮忙下来到一家民宿, 俊英嘴上一直赶着惠人离开, 实际上就十分享受与他共度的时光, 另一边, 心情不佳的剑羽酒醉和人打架进了警察局, 得到消息的惠人, 趁着俊英睡着回到首尔, 他要去看看剑羽顺便告诉他所有真相, 醒来的俊英不见惠人, 拖着病重的身体追到首尔, 却刚巧看到惠人和剑羽拥抱在一起, 俊英默默离开, 他并不知道在他走后, 惠人正式向剑羽提出分手, 他告诉剑羽, 俊英并没有死, 他无法放下剑羽, 剑羽却坚持要等惠人回心转意, 因为只有等待他才能活下去, 等惠人赶回民宿, 俊英已不见踪影, 他一个人在大街上可怜地游荡, 他还受着伤呢, 怎么又被惠人抛下了呢, 俊英痛苦地倒在地上, 被送到医院时, 医生告诉众人, 俊英因为肝破裂需要急救, 惠人赶到医院时, 俊英正生死未卜, 华诊狠毒地责怪惠人, 俊英会变成今天这样, 都是拜惠人所赐, 惠人自责地再一次向神祈祷, 如果能让俊英火过来, 他愿意离开俊英, 可恶的华真又一次出了狠招, 他告诉剑宇, 他的好兄弟俊奎重病住进医院, 在剑宇赶到医院时, 他听到病床边的惠人叫着俊英的名字, 他探头望过去, 原来那个徐俊英就是他的好兄弟崔俊奎, 这两个人还在他面前假装不认识, 只有剑宇像个冤种被蒙在鼓里, 试问这种事谁能认, 剑宇像个无助的孩子来到姐姐面前哭泣, 姐姐明明说过, 咽下的眼泪越多, 就会获得更多的幸福, 可剑宇为什么得不到幸福呢? 忍无可忍的李剑宇终于因爱生恨, 他找到父亲答应回到公司工作, 作为条件他要与惠人订婚, 父亲权衡利弊之后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个嫖惠人也真的是让人无语, 竟然傻傻的要完成和神的约定, 既然俊英已经醒了过来, 他就要离开俊英, 小编真的有点受不了这种设定, 随后剑宇停掉了惠人的歌手工作, 还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带着惠人去医院里看军英, 并拜托军英, 在他们的订婚宴上亲自演奏诸贺曲, 这简直是在军英的心上扎刀子啊, 军英却选择默默答应, 更过分的是从那以后, 剑宇开始处处刁难军英, 对于他的作曲吹毛求疵, 与他约了见面, 还故意让他苦等几个小时, 军英愤愤不平的和他理论, 剑宇终于拆除了他的身份, 剑宇要求军英, 参加完订婚宴就从他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掉, 军英竟然傻傻的都照做了, 他出席了订婚宴, 并且弹奏了祝贺曲, 亲眼看着深爱的女人成为别人的未婚妻, 他以为只要自己做成这样, 那个人就能获得幸福, 小编真的是有点受不了这种自我感动式的爱情, 把简单的爱搞得这么复杂, 订婚宴之后军英就消失了, 他一个人去了秘密基地, 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可明明订了婚的惠人还是在担心军英, 他对剑宇撒了谎, 然后偷偷地跑去了秘密基地, 好巧不巧, 剑宇偏偏看到了他, 并一路跟到了秘密基地, 三人见面所有的矛盾一触即发, 再也不需要掩藏了, 彻底摊牌了, 剑宇认为遭到了背叛, 他和惠人大吵, 甚至想强行地和惠人在一起, 看到他的眼泪才恢复了一点理智, 一个人的心里一旦扎了刺, 这次就再也无法恢复如初, 昔日那个温暖的李剑宇像变了一个人, 甚至暴怒地把衣着单薄的惠人, 关在门外整整一夜, 惠人感到精疲力竭, 他努力了可还是无法全身心地去爱剑宇, 因为愧疚他也无法心安理得地到俊英身边去, 惠人被撕扯地喘不过去, 终于他把订婚戒指还给了剑宇, 也给俊英留下了一封告别信,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他已经不会笑了, 夹在两个男人中间丧失了真正的自我, 现在他不想选择剑宇, 也不会去俊英身边, 他要暂时离开这里去找寻真正的自己, 惠人的突然消失, 让两个男人都为之心痛, 可是俊英和惠人太过心有灵犀, 他们有一个一直想去的小村子, 俊英来到那里, 果然又命运般地与惠人相遇, 就算只活一天, 我也要和你在一起, 所有的女人都会为这样的情话而沦陷吧, 惠人原本想找寻自己, 可他终于意识到他根本无法找到自己, 因为没有徐俊英的朴惠人, 这世上根本不存在, 两个历经磨难的爱人终于冲破枷锁, 决心不管面临什么都勇敢地走下去, 他们在海边的民宿住了下来, 夜晚惠人调皮地在两人中间画了条三八线, 俊英却耍赖地让他枕在自己的胳膊上, 而另一边的剑语却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 一个是他最好的兄弟, 一个是他最爱的女人, 或许此刻他们正背着自己在一起, 如果俊英当初第一时间说出真相, 剑语即使再痛或许也会成全他们, 可为什么要欺骗他呢? 他哪里知道, 俊英也正是因为不想伤害剑语, 才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 俊英离开剑语后, 他每天奔走在各个公司推销自己的曲子, 可因为剑语提前打过招呼, 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和他合作。 即便这样, 想着惠人每天在家里等着自己, 俊英依然充满力量和勇气, 他们畅想着将来要在海边建一所最漂亮的房子, 作为他们永远的家。 日复一日, 俊英的曲子终于得到一位歌手的赏识, 他匆忙赶过去签约, 拿到签约金就去买了订婚礼服和鲜花, 兴奋地回去找惠人, 却刚好撞见剑语开着车强行带走惠人, 俊英打了个车一路追赶, 剑语却把车子停在路边, 他问惠人为什么要欺骗自己, 明明说过不会去俊英身边, 惠人平静地告诉剑语, 如果没有徐俊英就没有嫖惠人, 即使对剑语万分抱歉, 他也无能为力, 剑语终于明白, 爱情不是执拗地抓在手里就能抓得住的, 惠人最终还是离开剑语奔向了俊英。 俊英带着惠人回到首尔, 两个人爱得这般死去活来, 姨妈也不再鼓拦。 爸爸也同意了他们交往, 俊英为惠人和姨妈租到一间屋塔房, 他们幸福地一起装饰房间, 梦想着等到挣到更多的钱就给惠人买大房子, 姨妈也觉得虽然现在的房间简陋, 但是比之前住在剑语的大房子里心里要踏实许多, 重要的是惠人终于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了。 俊英和惠人每天腻腻歪歪地不愿意分开, 剑语躲在暗处看着他们甜蜜的样子心中白感交集, 惠人那样明朗地笑脸, 他还是第一次见, 他终于愿意放下了。 此时突然传来剑语爸爸晕倒的消息, 那个野心勃勃的姐夫终于出手了, 他联合外人偷偷出卖公司机密, 让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姐夫的跟班名虎为了留后手, 把他出卖公司的证据录了下来并交给华真保管。 华真拿着这份录音找到俊英, 希望以此为筹码让俊英和他共度一夜。 俊英真诚又决绝的态度, 让华真终于放下了对他的执念, 他把那份录音交给俊英, 俊英又转交给剑语, 有了这份证据, 剑语也终于明白了姐夫的阴谋, 但是因为顾及姐姐, 他暂时并没打算公开, 只希望姐夫可以安静地整理掉一切, 然而他换来的却是姐夫的杀人灭口。 一群打手在街头围攻了剑语, 俊英看到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 兄弟俩并肩战斗的样子, 好似又回到了从前。 两个人终于一笑眠恩仇, 他们又成为彼此最真挚的朋友, 剑语还把公司开发手机铃声的作曲工作, 交给军英负责, 兄弟们以此为契机, 打算让惠人重新复出, 把他的歌声做成手机铃声推向市场, 手机铃声一经推出就引发关注, 惠人也借机顺利复出, 众人策划着不久后, 要为惠人举办一场真正的血缘演唱会, 剑语也真的释怀了, 他放下了对惠人的执念和憎恨, 相反他感谢惠人, 曾经剑语那个花花公子根本不相信爱情, 是惠人和军英让他知道, 这世上有那么耀眼的真爱存在, 是真正的和某个人彼此相爱一回, 另一边, 剑语彻底认清了姐夫的真面目, 可偏偏在这时, 他得知姐姐已经怀孕, 看着单纯善良的姐姐, 剑语又一次选择放过了姐夫, 军英以筹备演唱会为由, 把惠人带到了滑雪场, 他悄悄为惠人准备了一场浪漫的求婚, 用那个充满无数回忆的录音机, 说出了他最真挚的告白, 这一刻惠人等了太久, 他换上洁白的嫁衣, 幸福地奔向他心爱的俊英, 再也没有任何阻碍, 相爱的人终于可以一直相爱下去, 这一天晚上, 惠人和俊英, 这对爱的死去活来的恋人, 终于真正地拥有了彼此, 在惠人的演唱会当天, 俊英和他约定, 演唱会结束后, 他们就举办婚礼, 然后去海边建个漂亮的房子, 惠人要求俊英, 一会儿必须坐在最显眼的位置上, 他再次把那条项链戴在俊英的脖子上, 从现在开始, 他们不会再分开了, 但是你们知道的, 悲剧永远都是悲剧, 剑宇的姐夫可谓穷凶极恶, 他以30层酒店为诱饵, 摆通了明虎去杀掉剑宇, 明虎来到滑雪场, 他把枪口对准剑宇, 当他正准备扣动板机时, 俊英及时出现, 为剑宇挡住了致命的一枪, 俊英被送往医院, 医生告诉剑宇, 他们已无力回天, 俊英耗着最后的力气, 请求剑宇带他回到演唱会现场, 因为他答应过惠人, 一定要坐在最显眼的地方, 剑宇一路背着俊英来到学场, 俊英最后一次向剑宇道歉, 因为他太爱惠人, 没能让给剑宇, 所以真的对不起, 在兄弟的搀扶下, 俊英终于如约, 坐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上, 惠人像约定的那样, 向俊英点头, 俊英也点头回应, 听着惠人婉转的歌声, 抚摸着那条项链, 想起他与惠人不可分割的短暂的一声, 是世上最美的我的朝惠人, 以后请你一定要灿烂的笑, 俊英就这样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多年后, 惠人再次来到秘密基地, 房间里又一次想起熟悉的吉他声, 推开门是一个酷似俊英的小小少年, 他们的至死不渝的爱情终于得以延续, 亲爱的朋友们, 这部悲伤练歌全部解说完了, 0405年那一时期的韩剧真的很多这种虐恋, 在剪辑的过程中有时候会觉得有些狗血, 一些剧情设定也会觉得略有牵强, 但是很多事如果太认真就没意思了, 不管怎么样吧, 我们依然会感动于那份至死不休的爱情, 这人间倘若真有一人, 满心满眼都是你, 那结局是悲是喜又有何惧, 小伙伴们下部剧见吧,